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KPL秋季赛的预选赛已经在昨天开打 参赛的三支战队分别是MTG、XYG和东莞WZ战队 虽然东莞WZ的实力不相对弱一些 但比赛悬念还是有的 而随着游戏限制未成年之后 形势就变得不妙了 XYG和MTG的首发选手都已经满18周岁了 而东莞WZ的首发有未成年人 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比赛前做出阵容调整 这也直接导致东莞WZ的实力更弱了 结果不出所料 在昨天的预选赛中 MTG真的是赢得太轻松了 东莞WZ面对MTG简直是不堪一击 MTG直接4比0赢下了比赛 而这样的比分对MTG来说 基本宣告他们已经提前锁定KPL临时席位了 张大仙的XYG战队 只要赢下东莞WZ就可以了 哪怕XYG出现重大失误 也被MTG凌风的话 他们遇到东莞WZ获胜的几率会更大 毕竟他们没有首发选手普遍的情况 现在XYG登上KPL赛场 几乎是板上定兵的事情了 看来张大仙真的要圆梦了 前有GOG被取消预选赛资格 后有WZ首发选手大调整 XYG真的是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 张大仙投资创办XYG算是偶心力学 还记得KJL总决赛输掉之后 张大仙难受的快哭了 却还假装坚强 他说失败后可以好好总结经验 小说的情节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如今小说的情节真的要实现了 张大仙终于要圆梦了 小伙伴们认为张大仙能如愿以偿吗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